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在建水电工程 白鹤滩水电站创造了诸多世界之嘴 下面我们就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 白鹤滩水电站到底有多牛 白鹤滩水电站于2010年开始筹建 迄今已创造了六项世界第一 两项世界第二 两项世界第三 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 居世界第二 仅次于三峡工程 单机容量100万千瓦 位居世界第一 预计2022年7月 可实现16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届时一天的发电量 就可以满足5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 白鹤滩水电站的地下动势群 规模世界第一 地下动势总长217公里 相当于北京到天津距离的1.7倍 水电站的兰河拱坝高289米 相当于100层楼高 为世界第三 最大泄洪量达到每秒42348立方米 6分钟即可灌满整个西湖 枢纽泄洪功率世界第三 白鹤滩水电站的水库库容 为206.27亿立方米 与洞庭湖的总容积相当